我們現在來看還有什麼 來 搭雨下飛車能幫助排出 腎結石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來 舉圈插一下 來 我們看圈插牌 這我不相信 我會出這種題目 就有可能 但是我照常理來講 不可能 你有被甩出來過 沒有 但我爸有過 因為他就是他也是有腎結石 然後醫生就有先幫他震 震完之後就叫他 你多喝水 多動 他就排出來的 如果夠小顆就會掉出來 是 搭雨下飛車又叫又動的 應該有機會掉出來 真的 因為你會看到有些聖結石 被震過的人在家裡會跳 我是不知道 我聽說 我聽說 對 他們有聖結石 然後還會灌啤酒 然後灌水 就是為了要排出來 然後在家裡這樣跳 真的假的 你有沒有看到人拚拚跳 就知道他要帥結石 他的氣的運氣好的話 氣的是可以掉得出來的 對啊 我們只要多喝水可以排掉 對 你有經驗 我這邊石頭達人 我跟你講 石頭達人 我每年要去這一次 你是許孝順 對 石頭家族的 蒜哥的徒弟 對 說實話 我真的是那時候 第一次的時候還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第一次發的時候 就只覺得那個時候晚上 然後忽然痛到 整個腰痛到是那種 叫不出來的痛 我直接就滾到床底下 那時候想要叫我老婆來 帶我去急診 那我老婆那時候還吹頭髮 聲音很大聲 他完全聽不到 我就又爬得過 因為那太痛 對 這樣爬得過 他嚇一跳說真實 我又把他抓緊 然後我說 你帶我去醫院這樣 結果後來第一次去急診之後 他還每次來看一下說 這邊痛 然後照一照半天想說 那個就是 他雖然給我打止痛針 但是說 基本上來講 完全沒有辦法止痛 因為那個痛是痛到你呼天喊地 那種 然後只能跟你講說 回家多喝水 排出來就有機會 所以那時候就是凌晨這樣 還打完那個止痛針 然後回去 然後一直喝一直喝 好不容易才排出來 後來我就知道說 基本上只要這邊痛的話 應該就是有 第一個 所以很容易 體質 對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每年都會去 震個幾次 真的喔 對 然後有時候一次來 真的不行 就像他剛剛那樣講 震一次他如果打到那時候 打得不是全部碎掉的話 只是有一顆大幾顆小的話 那個大還是會卡住 所以像上個月吧 我才去震了兩次 連續一個月內震了兩次 那一天感覺沒有痛 但是我尿出來尿 就完蛋 因為還被我老婆看到 然後我就知道說 那一定卡在裡面 然後開始流血了 然後我們就趕快去做打 打完以後 第一次還好 有小小的排出來 但第二次 另外一邊又開始痛了 然後另外一邊 但是你自己看得見嗎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那你有沒有把它收集 一定要的 你看 真的嗎 這個是零點 那時候是最近的 而且它這個是零點六公分 所以一次就啪 而且我那時候打完以後 等了三天 一直喝一直喝水 還有跟他講一樣 跳繩 然後還有有人講說 做那方面的親密活動可以 對 但是那個姿勢要對 不能前後要上下 就是一定要上下 不能前後 我沒有叫你講這一段 是 我只能跟觀眾提醒 我只能跟觀眾提醒 跟觀眾提醒說 那個方向要對 不要動 然後而且這個不是說 這個排完以後 就是兩三天 也是很痛 終於排出來以後 然後就清爽 馬上就不痛 然後隔天 隔天又排了一顆 大概跟那兩顆 加起來一樣大的 出來 甚至有一次 我開來在露營的同時 在車上 我就忽然 這邊就開始就痛 我想說完蛋 而且那痛是 在十分鐘內 就會從一點點痛 變得痛到好像要生小 還這樣 到那個陣口我是這樣說 我可能真的不能錄了 我要回家 因為真的痛到 我整個臉都發白 人都要哭著這樣 然後他說 好…你先走這樣 然後我就先走以前 因為也喝了很多水 就去尿 就剛好就在那個尿斗 要尿出來的時候 啪 這樣讓一聲 我就高興跑出來 主持人 你看 出來 我要開工作了這樣子 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 出來跟不出來 就是天堂跟地獄的差別 那你怎麼那麼頻繁 會有結石 那體質 有一點體質的 他說第一個體質的問題 第二個你吃的飲食問題 第三個跟你喝的水量 都有關係 其實是一個綜合的因素 那你為什麼喝啤酒 啤酒是提醒的時候 因為他說啤酒 你如果每天常喝的話 啤酒裡面的酸度 也會讓你結石容易產生 但是如果你已經卡到了 就是一定要逆尿 當場要把它排出來 所以就趕快 其實說真的喝啤酒最有效 因為第一個 你可以喝得比較多 第二個 它馬上那個尿量 一下就啪 你就把它 洪水一下把它衝出來 是 我們先回答這題 雲霄飛車 對 排解石 答案是可以的 可以喔 所以剛剛兩位 果然就是人家說 酒病成良醫 Paul哥說的大部分都是正確的 那這是一個 坐雲霄飛車 這是一個理論上是對的 那它是一個美國的實驗 它不是真的召集 有一群有聖結石的人 一直在雲霄飛車上面畫 對 我沒有拍出來 OK 它是用3D列印模型 做出腎臟的模型 然後在裡面擺石頭 然後擺在前排 中排 後排 那可以想像 雲霄飛車一場列 所以在後排 離心力是最大的 所以在後排的那個 模型裡面 掉出來的石頭是最多的 前排是最少的 但是都可以有助於 雲霄飛車都有助於石頭的排出 我們腎臟裡面是一個中空的結構 所以我們分成上展 中展跟下展 然後這個是輸尿管 那我們健保脊腹一年 震波可以到達五次 所以如果你是腎結石的情況 或是輸尿管結石的情況 我們就可以利用體外震波 完全是不侵入的 你就躺在床上 超音波震一震就可以了 但是問題是這個下展 大家可以看到下展到我們這邊 有一個15到30度的角度 要掉到輸尿管理 所以它震了 它還必須要往上爬 才有機會掉出來 所以震波對這個是比較難處理的 是 所以但健保也有這個方法 它就是開刀 但是如果像Paul哥這種體質的人 你怎麼一直在腎上扎動 對不對 開刀 你要割多少刀 我們每個一刀那個腎臟就受傷 是 所以不太可能如果是多發性的 這種體質問題 不太可能用這個處理 還好現在科技進步 有像腸胃科這種大腸鏡 胃鏡的內視鏡 內視鏡取出來 可以轉來轉去 當然那個細度 剛才有講石頭是0.4到0.6 所以大概直鏡就這麼細的 輸尿管鏡 一路走進來 走到這個下展的位置 找到這個石頭 再把石頭取出 是 這是一個方法 但是這個目前健保還沒有擊膚 好 那我再來聊聊跳繩 跳繩對腎結石本身 因為大家看一下這個結構 對這腎結石本身 大概如果它沾黏在上面 大概不太好 但是對於這個 輸尿管結石 如果掉在輸尿管結石 我們出於結石一個重點 剛剛兩位都講到 是動 對 所以跳繩一直在動 利用重力的關係 石頭本身也有重量 還真別說 剛剛尿到那個馬桶裡面 如果是直立式男生那個磁的 你那個尿的射速快 真的可能 叮一聲 叮一聲 我以前也不知道 我聽老師說 痛到在地上打滾 我還不相信 等我自己發作的時候 那真是痛到在地上打滾 你也有過 我也有得 真是痛到在地上 為什麼會腎結石 就是波哥講體質 飲食跟喝水量 跳繩就是地心引力的關係 有辦法把它搖下來 但是某些人不合適 像是體型太大 肚子太胖的人 或是你有退化性關節 膝蓋不好的人 像我在臨床上 有一次有一個阿伯來 我就說叫他去正波 他就說不要 他想要用多喝水 灌啤酒這個方式 然後問我有沒有輔助的方式 就可以治療這個結石 我說那不然你就跳繩 這個阿伯還真的很努力的 回家去跳繩 但一個禮拜之後 他坐著輪椅來 然後幹咬我 因為他坐著 腳的負荷太大了 對話性關節一點 他先去看了古本醫師 女科醫師叫他休息 所以他不然罵我這個名字 腰修輪太壞了已經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這樣子的方法 那還有一個性行為 性行為也有它的局限在 除了剛剛講的 這個先天的體力跟知識以外 它僅限於下段輸尿管結識 也就是說快到膀胱了 因為我們在性行為過程中 快出來了 它有分泌液氧化氮 它可以讓下段輸尿管 比較擴張 所以你在動的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體力夠好的話 它有這個機會排出來 我們接下來看看 還有什麼不可思議的 還有什麼狀況 來 看恐怖片可以消耗熱量 幫助減肥 來 請舉牌 應該是 好吧 我們就配合一下吧 可以 因為有些人真的會消耗流汗 緊張吧 因為人一緊張 它可能就會收縮嘛 對不對 是不是 那看恐怖片可不可以幫助 尿那個腎體 有可能 沒有 妳也收縮夾得更緊 夾得更緊 更不能吃 可是它變配啤酒 可能就有機會 對 男生 愛看嗎 對 我不太敢看 可是我有過減肥失敗的經驗 就是因為我以前新人的時候 就Babyface很嚴重 就用各種方法減肥 我用過最糟糕的方法 就是水果減肥法 我一個禮拜胖 好笨喔 那是很小啊 20出頭 我一個禮拜不到胖3公斤 我傻眼 我那時候快哭了 後來我想這招不行 然後我就換用蘇打餅乾 然後吃蛋白 然後喝豆漿 也什麼都不吃 就只吃這些 然後吃奇異果什麼的 就是熱量低了 也沒有辦法好好瘦下來 反而暈倒了 就是回到家暈倒兩次 因為你缺鐵太嚴重 然後因為你減肥 所以你等於是你身體的代謝 變得不好了 就像工廠一樣 你沒有給它東西 它就會越來越慢 然後你的皮膚狀況就越來越差 然後你就開始有點水腫 那之後也用過一些 像朋友也有介紹過用埋線的 我也試過一兩次 可是後來我覺得埋線太可怕了 你放東西在身體裡 你不知道會有什麼效果 我後來放棄了 我就覺得好像還是那種運動 然後少吃那種方法還是最好的 你不需要吧 因為我們很久以前就認識 對 我們以前少女 20年前 我也認識她 也差不多吧 我好像是走秀 對 我們是以前選那種美少女 對 她那時候就很瘦 沒有 我那時候很胖 沒有 她那叫嬰兒肥 嬰兒肥很嚴重 但老人就知道是優點 對 我後來還滿喜歡 就是好像膠原蛋白流失也不錯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